他们见人就杀 见人就砍 手段残忍到令人发指 这些无辜的平民已经饿了很多天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被抓住只能面临惨死的命运 而政客还带着残忍的微笑 向逃城通道扔手人 这时的他已经泯灭良知 变得不仁不贵 恶霸终于看不下去了 他第一次发起了反抗 可当政客的手枪指向他的那一瞬间 他又怂了 最后只能按照政客的命令 找出船长和船员杀掉他们 政客听到动静来到一个房间 见到房间里有两个情侣后 他随手扔出一根香蕉 却立刻引来两人的疯抢 男子最后抢到香蕉 却被政客无情击毙 而他的女朋友在叫喊几声后 拿起香蕉就往嘴里送 没有丝毫伤心的样子 就在他吃到一半时 政客随手一抢让他命丧黄泉 听到枪声的恶霸 起来斥责政客 说他精神失常 但政客并不理会这些 随后两人来到粮食储备街 没想到船长却提前赶到 并且将大量汽油淋在食物上 政客气急败坏 一枪击毙了船长 可代价却是 粮食也被大火烧毁 此刻 这次原本搭载美好希望的游轮 已经变成人间炼狱 老人来到尸横遍野的船舱 并没有表现得多惊讶 反而是举起菜刀 剁碎尸体 夏娃虽然害怕 但想到肚子里的孩子 还是举起菜刀 跟老人一起把尸体剁碎 他们把尸体放进粉碎机 变成土壤和肥料 种植食物 紧接着 他们再次来到甲板 老人在每一个尸体的嘴里 都放进种子和土壤 并用水浇灌 之后 他把这些交给夏娃 而夏娃也都照做 与此同时 这艘游轮上 也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几个人 其中就有 被恶霸团伙藏起来的那名小姐姐 而恶霸也终于跟政客翻脸 两人开始互相残杀 政客的手枪被恶霸夺夺走 命也交代在恶霸的手上 老人来到政客的尸体旁 却被告知 夏娃已经有了身孕 恶霸就此放松警惕 此时 政客的儿子找的恶霸决一死战 但他根本不是恶霸的对手 关键时刻 还是夏娃用手枪击毙了恶霸 让两人幸免于难 就这样 船上只剩下夏娃 政客儿子和老人 但老人却一反常态 将房民紧闭 禁止夏娃两人出入自己的房间